夜晚的时刻有点孤单 不怕有天使陪你属星星 这样的夜晚真的有天使陪伴吗 当然因为天使正在为你值夜班呢 太好了 这样的夜晚我们称它 天使夜未眠 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 欢迎你收听天使夜未眠 我是天天 我今天要跟你分享的单元是 真爱Q&A 在要分享爱的物中语言之前呢 我想跟你分享一则小故事 一个住在偏远山区的小男孩 他很专心地听主日学老师 分享圣诞节的意义 老师说在圣诞节送礼物 是为了表示我们对彼此的爱 还有对上帝的感恩 而耶稣呢 就是上帝赐给人类最大的礼物了 那当小男孩听到老师这样分享 他就想说 圣诞节那一天呢 他也想要送给老师一份礼物 代表他对老师的一个爱 对老师的感谢 还有对上帝的感恩 于是小男孩呢 就花了一些时间呢 找到了一颗闪闪发亮的鹅软石 当老师收到的时候 非常的惊讶 哇 孩子啊 这个鹅软石好漂亮啊 你在哪里发现的呢 小男孩得意地告诉老师说 老师啊 我走到五公里外的西边 才找到这个非比寻常的石头呢 老师说 哦 它真是太漂亮了 我一定会好好珍惜的 可是孩子啊 你不该走这么远的路 只为了替我找这个礼物 小男孩笑着说 老师 走路也是礼物的一部分哦 哇 走路也是礼物的一部分啊 可见这个礼物的本身呢 不是只有这颗石头有价值啊 还包括这个预备的过程 也是很有价值的 是不是呢 当我们收到一个人 送你的礼物的时候啊 除了看见说 哇 这个礼物你喜不喜欢之外 诶 我们是不是也有看见 预备礼物的这个人 他的心意 他其实也花了很多的时间 在预备呢 这个也是这个礼物的一部分 所以当我们用心的预备啊 让收到礼物的人呢 真心的感受到 这个礼物才会发挥出 那个最大的价值来 在我们今天要继续来分享 盖瑞巧门博士 他提出的五种爱的语言 那这五种爱的语言呢 分别是肯定的言语 精心的时刻 精心的礼物 服务的行动 还有身体的接触 每个人所需要的爱的语言都不同 当我们能够了解 彼此不同的爱的语言 并且愿意呢 坐在对方的需要上面 这就是一份珍贵的礼物啊 所以亲爱的朋友啊 你是否了解 你自己的爱的语言呢 而你是否了解 你所爱的人 他的爱的语言呢 当我们用心的来认识对方的爱之语 用心的来预备 你所要送给他的这个礼物啊 不论是有形的或是无形的 再是当我们真诚的给予对方 都能够发挥出好的效果来哦 我们今天要分享的爱之语呢 就是肯定的言语 对于一个他本身的爱之语呢 是肯定的言语的朋友 我们可以怎么样向他事实后的表达呢 而如果我们自己本身的爱之语呢 就是肯定的言语 到我们好像从人的身上 好像很难去得到那个肯定 赞美的时候该怎么办呢 就来听听光玲老师的分享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光玲 然后今天我们要聊的是肯定的言词 肯定对方所做的 肯定对方的生命的特质等等的 我不知道你们身边有没有朋友啊 他可能换了一个新发型 或穿了一件新衣服 他可能就会跑到你前面哦 想要展示给你看 秀给你看 希望你可以赞美他呢 以前我读的那个学校 科系然后我们班是女生很多 而且那时候是大学的时候 常常呢我们班的同学呢 就会早上一来上课 就会跑到我面前说 来光玲看一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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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意思是什么呢 他要你去发现他到底做了哪些改变 可能是头发的改变 或者是买了新的衣服 或者是买了新的鞋子 新的首饰手表等等的 所以你就要告诉他说 有我看到了 你的刘海有减了三公分 对不对 对你怎么知道 哇好好看哦 好适合你哦 他就非常开心 对对对对 然后就看到他飞去其他人的地方 继续做这件事情 但是老实说啊 这种发现对方的改变呢 对男生来说是不是比较难呢 我觉得不太容易 其实刚刚天天在分享的时候 件事情是我觉得 在现代的年轻人当中 是我们特别要去注意的 就是我们这一代的年轻人 从小到大都是 爸爸妈妈手中的珍宝啊 所以我们从小好像 有很多的长辈啦 父母的眼光焦点都在我们身上 我们都是接受赞美肯定的人 接受非常多 但是常常这样 我们就会少了一个 去看见别人好啊 或者去指出别人好的 这样的行为就比较少 因为你习惯当舞台的焦点 你习惯自我中心 就是说你常常到一个环境的时候 全部人的焦点都在你的身上 那你就会少了一个习惯 把你的焦点放在别人的身上 你出现在一个地方 就准备接受大家给我的赞美 但是爱不是 爱是说当你出现在一个地方 例如你今天到一个公司 你今天跟一个人见面 你今天到学校里面去 其实你是做好预备 你要肯定别人 要赞美别人 那这个不容易 因为当你要肯定赞美别人的时候 你眼睛是要打开的 特别打开才行 你不能胡乱赞美 对 不能胡乱赞美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 在谈什么是真爱 这个部分很重要 一个能够经营真爱的人 一个有爱的生命的人 他是一个常常会告诉自己说 我知道在我的身边 有很多人需要爱 跟肯定 跟赞美 所以我要成为那个给予的人 有一些的朋友啊 可能是因着他 原生家庭的缘故 或是说他从小呢 他这个后天环境的缘故 所以他比较困难去肯定别人 像我身边有一个 跟我很好的一个异性朋友 从小呢 他父母呢 非常非常少给他肯定的 所以他从小接受到的呢 就是他一定要很努力 很努力 他才配得接受赞美 甚至他会觉得 你努力就是应该的 常常这样的人 走到极端 他就会变成完美主义 就变成一个完美主义的人 所以所有在他身边的人 都会觉得很不自在 因为他的标准很高 其实我觉得我自己从小也是 妈妈对我要求也是非常高 他就会说 哎呀 你搞第一名又怎么用 你那个钢琴弹很烂 你钢琴弹好 钢琴弹好有什么用 你那个长那么胖 就是他永远不断的 不断的在要求你 所以这个部分后来 我觉得我自己 是在信仰的里面 圣经里面有一句话说 上帝 我们的天赋 是看我们有的 是 我是看我们没有的 我常常用这句话 提醒我自己 天赋看我们的时候 他是看我们所拥有的 不是看我们没有的东西 常常我们常会挑剔别人 就是哎 你这个九十分 那他十分怎么没有做到呢 那是我们去看别人没有的 但是爱的源头 创造我们的上帝 他的爱是这样 看见我们有的 然后肯定鼓励我们 以至于我们才有能力 去发展我们没有的 其实人的潜能呢 真的是慢慢在这个 肯定在每一个 正面的环境里面 慢慢的潜能被开发出来 因为我身边有 好多的基督徒朋友呢 当他们认识了 上帝的爱之后呢 才发现 原来不是他做的 多好上帝才爱他 无论他这个人怎么样 上帝就是很爱他 他就是上帝眼中的宝贝 他就是有价值的 所以亲爱的朋友 无论我们现在的 生命光景如何 无论你觉得自己 配不配得被别人赞美 我们都要说呢 你是非常宝贝的 光临老师针对 这个肯定的言语 给我们在 收音机旁的朋友呢 鼓励的话 还有一些提醒 好如果呢 你身边 你所爱的人 你的孩子 爱的语言 是肯定的言词 有两件事 你可以注意 第一个呢 常常打开你 爱的眼光 常常去观察 他们 哪里做得好 常常去观察到 他们的 特点 优点 在他们生活 表现出来的地方 然后去指出来 这是一个 第二个呢 刚刚我们提到 如果你要 给他们建议的话 请不要选择 批判的言语 不要选择一些 让他们会觉得 很焦虑的言语 记得用我们刚刚说 三明治的方法 先肯定鼓励他 然后告诉他 需要改进的是什么 然后最后再 肯定鼓励他 我想当你这样 建议他的时候 他比较有办法 去改变 所以这是我两个提醒 谢谢光临老师 光临老师 你说得好棒哦 你刚才分析的 好有条有理 这样有没有被肯定到 有 我今天感受到 被天天肯定了 今天在单元当中呢 谈到这个 爱的五种语言当中的 肯定的言语 我们的家庭呢 可能都不是这样一个 完美的家庭 也许我们的父母 我们的朋友 并没有很常 给我们这样的肯定 但是没有关系 因为我们有一个 天父上帝 他非常的爱我们 在爱当中 他是不断不断肯定 我们生命价值的神 那亲爱的朋友 如果你针对这个话题 你有任何的想法 你都可以写信给我们 抽个空写信给我们 或是写信给光临老师 很期待收到大家的信哦 是我们真的非常的期待 所以欢迎你呢多多写信来 最后谢谢光临老师 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亲爱的朋友 我们下次再见 我愿与你坦白毫不隐瞒 只愿你陪我上山下海 我愿与你分享喜怒哀乐 只愿你不让怒气过的夜 我愿世事以你的心为心 只愿你的爱常常包围我 我愿世事为这彼此幸福祷告 只愿你把真诚地消给我 我愿世事为这彼此幸福祷告 只愿你把真诚地消给我 什么是永恒 什么是永恒 玫瑰不是真爱 巧克力不是真情 甜言蜜语不能永远 闪亮钻石不能永恒 什么是真爱 什么是真情 什么是永恒 什么是永恒 真爱是不掉